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自传式记载 我们知道他经历了非比寻常的危难 也知道他曾多次被捕 他被监禁的记录肯定不是什么令人呈现的事情 有时候他被监禁的时间不长 例如发生在这个非比的冲突事件 但另一些时候他遭遇的是长时间的监禁 例如在凯撒利亚的那一次 以及在尼路皇帝统治期间 在罗马所遭遇的那段为期两年的软禁 这个尼路就是最终处决使徒保罗的人 保罗最后遭到监禁的地方就在罗马 一直监禁到最后被尼路处决 不过在这些监禁期间 他写下了四封意义重大的信件 他们被称作保罗的监狱书信 我们不确定这些书信是他在哪一次监禁当中写成的 不过我认为有相当的证据似乎指出 这是在他第一次被监禁于罗马的时候写成的 也就是说保罗在身处罗马的那两年当中 写下了这些重要的信件 这几卷监狱书信 包含了 菲利比书 哥罗西书 以福所书 以及简短的 菲利门书 而我们在这次的聚会中 所要做的就是 要做个大概的介绍 对这四卷书做一个概览 首先 我们要来看的是 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是我最喜欢的保罗书信之一 他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作 喜乐书信 因为保罗在这封信中 一次又一次地提到 他自己的喜乐 感染力十足 然后他接着鼓励这些菲利比人 要参与在他所经历的喜乐之中 而且他当时是在监狱里 写下这封信的 他说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保罗当时预期 自己很有可能 即将面临死亡 但是他仍然满心欢喜地 期盼着未来 当然 这个主题并不只存在于 菲利比书信当中 也存在于保罗的每一篇著作里 喜乐这个主题出现得非常频繁 以至于我可以笃定地说 圣灵所接的这个果子 应当会以相当的程度 清楚地彰显在 每一个真基督徒的生命中 当然 我们应当有奋于 这个世界的叹息与悲伤 并且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 而走过死印的忧谷 有些时候我们被打倒了 虽不致死亡 但仍感到悲伤 不过基督徒的基本心态 应当是正向且喜乐的心态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信的是谁 知道他是我们的依靠 也知道上帝必定会得胜 对吧 所以我们的喜乐是有原因的 例如保罗曾提及 他自己的满足 他内心的平安 他说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剑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什么样的情况都没关系 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 我都可以知足 他也劝这些菲利比人要记住 是谁在他们灵魂里展开救赎之功的 并且进一步提醒他们 上帝会完成 他所开始的工作 他说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好 菲利比书这里 还有几处经文 我想要顺便简短地讲一下 保罗在第一章二十一节提到说 因为我活着 就是基督 我死了 就有益处 但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 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 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了 我处于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 可是为了你们 我更需要活在世上 保罗说 我处在两难之间 我不知道我更想要哪一个 究竟是要为了你们的益处 而继续待在世上 奉基督的名 持续进行事工 还是要莫从我自己的个人渴望 离世与基督同在 毕竟那是好的无比的 保罗对生与死的态度 并不是今生很糟 来生很棒 而是他对于活在基督里 所抱持的那种喜乐的观点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很美好 我们所享有的今生 是美好的 来生则是更加美妙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那首有名的虚极之诗 就是写给菲利比教会的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 反倒须及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上帝 这是一个呼召 呼召基督教会 效法耶稣的谦卑 他倒空的不是自己的神性 好像某些异端所暗示的那样 上帝一刻也无法停止 做上帝 耶稣倒空的是自己的特权 自己的权利 自己的尊严 并且成为一名奴仆 保罗也吩咐我们 要这样效法基督 然后保罗后来又提到说 他自己也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 他在第三章说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我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 接着他在第十二节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 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忘掉昨天 忘掉过去 我刻意忘掉我过去的身份和成就 因为我此刻有任务必须完成 爱德华斯说 基督徒的首要任务就是 努力进入上帝的国 努力为此奋斗 要在基督里真与完全成熟 使徒保罗做的就是 这件事 他在监狱里欢喜快乐 除了菲利比书以外 保罗也写了 哥罗西书 出于某些原因 哥罗西书是新约圣经里 最晦涩难懂的书信之一 我不理解为什么人们对 哥罗西书并不如我想的那样 感兴趣 毕竟 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 笔下 另一部 伟大的 杰作 我们在该书信中再次看到保罗扮演他身为任务神学家的角色 他看到早期的基督徒群体正处在异端大肆入侵与征服的危险之中 我们不知道诺斯底主义是何时在早期教会中全面崛起的 但我们确定诺斯底士的倾向当时正在渗透哥罗西的基督徒群体 说到诺斯底 诺斯底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单词gnosis意思是知道 诺斯底派是一种奉行神秘主义的团体 他们相信他们有特殊的管道能够获取天神的知识 而他们的宗教是合并、混合、合成 以及融合各种不同的观念而成的东西 其中包含了东方哲学、二元论宗教和希腊哲学 以及基督教的一些元素 他们所带来的神学观点和宗教 说穿了就是在削减耶稣的重要性 把他跟天使相提并论 而诺斯底主义者本身至少在粗糙的层次上来说 也都从事着各种形式的天使崇拜 所以使徒保罗在处理哥罗西教会的状况时 必须指出耶稣高于一切天使的卓越性 并且指出身为上帝之子的基督 与那些天使之间有何区别 天使虽然比人崇高 却仍旧是受造物 在哥罗西书简要的这个描述当中 有一段内容向我们揭示了所谓宇宙性的基督 Cosmic Christ 指出说基督不只是犹太人的救赎者 或以色列的弥赛亚 而是像约翰先前在约翰福音中所表明的那样 基督是永恒的道 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 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这位前来救赎我们的基督 是宇宙的主 是整个宇宙的主宰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这里 谈到了一些事情 涉及他自身的工作和基督的工作 在第一章十五节 他说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 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这就是宇宙性的层面了 我们的这位基督正是宇宙的本体 我的意思是宇宙是被他造的 宇宙是为他造的 也是靠着他而维系的 他是创造的目的 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被教导的重点之一 如此才能够了解基督教信仰 这个重点就是基督的宇宙性层面 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更倾向异教的 而非倾向基督教 并且将宗教视为 人们在生活中 用来获取个人舒适 与慰藉的一个小窝 认为说 如果你信耶稣 那是因为耶稣能让你开心 或是能带给你某种个人慰藉 但是一旦教会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在全宇宙的卓越性 说耶稣是宇宙之王 说世上每一个领袖都要在他的统治和权柄之下向他交账 并说世上一切掌权者都要听从他 那么教会就会被丢进监牢里 并被这个世界的凯撒绑在火形柱上受苦 使徒保罗知道 在他那个时代传讲宇宙性的基督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他知道怎么做会使他个人付出代价 他谈到他要在自己的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保罗在这封书信中一点也不是在暗示说 耶稣的患难在功劳上有任何的不足 他的意思是说 基督的肢体 教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 是道成肉身的延续 所以教会才被称为他的肢体 如果有人要有奋于基督如今在世上的肢体 那就必须愿意承受他的苦难 他的痛苦和他的降悲 而这就是保罗不断经历的遭遇 保罗说 如果你有份于耶稣的降悲 你也将有份于他的高升 但如果你拒绝与耶稣一同承受苦难 那么你也将无法 与他一同高升 我必须尽快接着讲到 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 是另一个出自使徒保罗之笔的信件 同样十分优美 以福所书带有一点不太寻常的成分 这封信的对象是以福所教会 这个教会当初是由保罗建立的 他后来也再次造访这个教会 他跟这个教会的人很熟 但这封信却没有表现出保罗书信的特征 当中几乎没有提及以福所教会里的个人 而教会在历史上对这件事的解释 是认为说保罗当初在写以福所书的时候 就刻意要把它当作一封通函来写 让一间教会在阅读完毕之后 交由特使转寄给另一间教会 进而让这封书信在各处的教会之间持续流通 另外以福所书可以算是罗马书的概有 甚至可说是简略版的罗马书 因为当中提到了罗马书里的主题 尽管以福所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是教会的本质 以福所书指出 教会的本质 不只是基督的身体 也是选民的集群 以福所书重申了 唯独因信称义 这个伟大的教义 同时也清楚地证实了 使徒保罗对于上帝拣选之恩的理解 有时候我们就这样一头 在尽管于拣选论的讨论当中 甚至为此争论 这个教义很容易引起众人的争端 因为他很难理解 而且极具争议 有时候人们会表现得好像 简选这个观念 是加尔文或马丁路德发明的 对吧 或是某个十六世纪的改教家 或甚至是圣奥古斯丁发明的 忘记说 简选这个概念 这个用词 也出现在使徒保罗的著作之中 而且在以福所书里特别明显 我总是对人们说 如果你要以严肃的态度 看待圣经 并且接受使徒的教导 那么你就必须认同某种 关于简选的教义 我们可以辩论说 究竟谁的简选论才是正确的 但首先你必须认同某一种 简选论 否则你就不算是忠于圣经了 现在让我来给各位读一遍 保罗写给以福所教会的这封信 它是这样开头的 第一章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 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使徒保罗在这里一段 关于上帝至高旨意的论述 作为这封信的开头 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拣选了他的子民 预定他们被接纳进入上帝的家 从而被带进基督里面 怎么做是为什么 这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是依据我们的行为吗 不是的 是依据上帝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 这些好像是说 当保罗在以福所书里 给福音做出总结的时候 一开头就说 要记得你是谁 并且记得上帝为你做了些什么 此外也要知道 他为了使你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 而做的事并不是他在自己的计划之外 临时天上的安排 而是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事情 而且每一位信徒都有愤于上帝为他的子民 和他的教会所安排好的那个永恒的计划 如果你对恩典在新约里的优先性有任何怀疑的话 就应当好好看一看以福所书第二章 第二章 那段经文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对比 提到说我们从前都顺着自己堕落的本性行使为人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今世的风俗 在本性上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 然而上帝却因着怜悯 而使我们苏醒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了过来 接着就提到了这个伟大的主题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而且就连这信心也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 乃是上帝所赐的 基督徒所应当活出来的生命 是什么样子 就是要效法上帝 并且顺从圣灵而行 这样的生命必须落实 在人际关系当中 反映出各种关系所当有的样子 例如上帝赋予父母管理子女的权柄 所以为人子女的我们应当顺服父母 此外还有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们对待掌权者的方式 在这一切的人际关系中 我们都应当把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意义 给实践出来 最后保罗谈到时候 我们必须持续抵挡撒旦的轨迹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基督徒必须采取防御措施 这个防御措施就是上帝 赐予他子民的全副军装 此外保罗也劝民我们 要穿上要披戴上帝的全副军装 借此灭迹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且在生活中效法基督 正如他效法天赋那样 这就是这种防御措施的火箭 这就是这种防御措施的火箭 这就是这种防御措施的火箭